欸師傅 你好 這次是我們頻道 有史以來 對 可能是花最多錢的一次 我跟你講 沒錯沒錯 我們找到一個很有錢的金主 喔不是啦 也不是要說他很有錢 因為他是願意去投資 喔願意投資 不然每個人的選擇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願意投資我嗎 嗯 有 顧名思義呢 這個今天我們這個標題 要所要做的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叫熱棒的熱水器 師傅什麼叫熱棒 熱棒熱水器這個東西 當然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 冷氣這件事情是做 也是都是在做熱交換 把房子裡面 內部的熱能帶走 那若先我們把它顛倒過來 熱棒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外面的熱搬進來 所以一般你聽到完整的名稱叫 空氣能熱棒熱水器 它是從空氣當中去擷取 這些空氣當中的熱的能量 透過整個加溫系統 針對這個水的部分做加溫 師傅有個問題欸 欸請說 那為什麼業主要換這台啊 既然你問了 就讓梁師傅告訴你吧 這個故事是這個樣子 那它當初原本用的 這個是屬於雙系統的供應 那後來當它這個屋主 買了這間房子以後呢 那它就決定說 它不想要用這種 除了是這種傳統的 這種比較 吃電的電量比較大 跟大CC瑪力 瑪力很強就很 就假儀威嘛 就這個很正常 很能夠理解這個道理對不對 後來就發現就是說 因為它剛好這個社區的 這個瓦斯表 到這個房子這個中間當中 很長的一條管線當中 漏氣 那同時在剛好 它在要決定要更換之前 他們家的鄰居 發生了一些 微微失火的現象 微微 就跟店有關的東西 就有點失火 讓它有一點點緊張 這個生命價值很重要 有時候不是用錢去衡量 所以不是說代表說 啊你弄這個就一定說 啊我就是個有錢 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對事情的 看的角度跟標準不同 你有沒有剛好一進來 我就直接叫乾媽 真的喔 對對對 真的 因為我雙溪差點不會下去 ありがとう 所以就是說一般來講 我們在這個 有別於其他的這些 加熱系統 它在剛開始前期的購置的成本 當然相對比較高 但是這個東西 你會長期來使用 來攤體來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樣是比較划算的 本身就會提供雙桶系統 比如說它用空氣能加熱的時候 它還是慢慢的轉換 慢慢的轉換 加熱時間比較長一點 但是當然如果說你發現 你說你需要急速 趕快再加熱的時候 它還可以切換到另外一種模式 它又可以變成一個 電熱水系的系統 如果這個東西 就是說當你真的有意願 去想要去購買 或者安裝這個 所謂的熱棒熱水系的時候 你要特別去注意 適用你居家的這一個容量 以及加輪 這個第一個很重要 第二個當然 你的空間環境也很重要 第三個就是說 用電 它是有分幾赫子的 具體一點的說明就是說 我們台灣用電的 這個是60赫子 60 好 60赫子 那你看像 其他地方如果它是50赫子 拿過來不就變超頻了嗎 所以你的那個用電的頻率上面 你自己要要挑對 不然有人它是從 只是從國外的機種進來 這個用電的赫子是不一樣的 它這個都會造成機器的 在使用的壽命上面 會有所影響 哇 都是鐵鏽 你看 好噁心喔 你有看到嗎 這些水都是水垢啊 這就是要水垢啊 滿滿的啦 有沒有看到 都是這個東西 滿滿的碳磚蓋 這裡面超大顆的欸 我摸到一個顆 應該至少有這麼大顆喔 真的嗎 但是 我手指戳 結石吧 我去戳它它會動啊 一顆很大顆的東西在裡面 好 你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很大顆喔 不是我在講的 真的很大顆 拿不出來 至少有這麼大顆 如果這是一顆能力的 否則是不集中 有個小理 也 196分別的 也是不集中 大顆的 是不集中 在碳磚蓋 也是不太小 陣子 其實是不集中 有個大顆的 那裡 就是不集中 而且在碳梅 隔 line 好 我們來看 東西來了 跟我差不多高 比我高一點 超大台 超級大台 你知道為什麼它要這麼大台嗎 不知道要裝零錢 很像零錢筒耶 因為這樣看起來比較高級 主要是因為你有沒有看到 剛剛我們搬的那一個除了筒對不對 就是小小的一個嘛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這上面還有一個什麼 鏡頭側面去看 這是一個壓縮機啊 這麼大一個壓縮機在上面 所以對 因為它今天剛好這個是50加倫 所以它是把壓縮機把它做成一體式的 像師傅有時候會遇到一些客人 比如說他現在住的是公寓 陽台空間是有限制的時候 那像這種的你就 就很方便 它就省空間 對呀 你就不需要 它是向上發展 所以為什麼系統會很夯 因為它可以向上發展 那如果像這樣 師傅這樣裝的話 那它吃的效率會不會很差 會不會有什麼天氣很冷就 不會啊 不會有這個問題啊 因為你在國外 像它這支是從國外進來的 國外的比方 人家下雪都在用耶 一樣用得下下叫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外觀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要安裝的這個環境 以及說我們現在大概 預設的要坐落的位置大概會是 像現在這個樣子 在不影響施工的環境條件底下 我們盡可能的往角度的地方來移動 那你看這剩下的這個地方 即便你要放個洗手槽 還是你要放個洗衣機 都還是夠 那我們現在就來左手前置作業 我們現在就來左手前置作業 我們要換六分了 六分出口 我們再給它鏟一下 我剛剛沒有先鏟 好 這個東西是個轉接頭 好 轉接頭 它等一下這是有一個特殊的背負的區域管 它必須要透過這種轉接的套件 好 一樣 抬一下屋 好 OK 這個是我們的蟹阿拔 也是一樣 跟一般我們的除了是熱水器一樣 都會有這個按鈕 冷水的時候人家記得要稍微看一下還有個箭頭 這個水是從這個方向進去的 它沒有辦法從這邊進去 逆直 好 避免 不孝直 不好煮 不好煮 不過這個東西很重要啦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一定要逆直發 比如說像我們當初裝那個熱水器強制排氣 然後電熱水器的除了是它也要逆直發 為什麼要避免熱水會從這個地方倒流回來 塑膠牙一定要留意它進去的狀況 所以通常塑膠牙你的那個Tableshoot 就探索前期啊 就第一牙你最好還是要留一下 好 OK 背部驅管 或者是叫紋管 而且這個在切的時候 它不能一次加壓很大力 它一定要循序漸進的一圈一圈的慢慢的切慢慢的切 它這個塞的時候是有零件有方向的 它裡面還有這個矽膠 它是這樣靠這個去直碎 所以它這個東西的好處就是施工的便利性 非常便利 有時候我們在做這種熱水的系統 在配置的時候 我們也會常常用到這種 只是說粗細不一樣 像以前早期我們在切這個 我們都不知道 那是傻傻的你知道嗎 有時候有時候為了要求快 它偷懶 一次壓很大力 一切等下就變肉厘了 那真的很恐怖 這些套盤都是有方向的 這些都不能弄錯 要不要緊 像樣子 就是這樣 讓我們可以搭配 好奇蹭 人生肌肉 是一樣 不要緊 人生肌肉 好我們現在冷熱水有沒有 就像剛剛這個地方冷熱水還有排水 這個管子都已經接好了 下一個步驟我們要做電 欸師傅有個問題 像我們剛剛在換那個電熱水器 對啊 應該說它除熱桶 它有水垢的問題 那這台怎麼辦 這台如果有水垢要怎麼處理 這個大部分 尤其是在台灣這個有的地方 水垢問題特別嚴重 那像這支它本身就是有 輸熱桶的裡面的內膽 它就有一個特殊的塗層 它就不怕這個水垢的問題 要挖出來幹嘛 挖 挖 剛挖心嘛 我先去拿燒爛機 你名義剛發在你後面 它非常火 沒有啦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它已經是一個很威風的一個技術 已經用了非常久 它長 日子長了以後 他們自己就發現 就發現說這個裡面的抗 抗這個水垢的能力是很強的 所以它覺得它沒有水垢 不會有這個問題 不用擔心 好 那記得 待會在做墊之前 也是一樣會有一個 我們都會有一個習慣動作 因為這個是屬於電熱水器 水還沒有注滿之前 不要充電 先注滿 注滿以後確保都有水 我們再進行電這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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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一下 好 我們在上面 上面的這個機器的電源部分 已經set up完畢了 準備要來接我們的外部電源 但是呢 在接外部電源的時候 我想其實鏡頭前的各位 一定都很納悶一件事情 是螢幕前的各位 喔 對不起 拍攝拍攝 就是你們一定很好奇一件事情 這台機器到底 會不會真的很省電 我們就實際透過一個東西來量測 電表 電表 真的電表 不是三用電表 你怕空氣突然暗 這個藍色的這一組是 之前的這個外部電源 正常的情況 當然我們直接接進去就好 但我們不要 進去之前 進去之前你在弄一個 獨立的電表 對 就為了印證 它到底有沒有省電 對對對 我跟你講如果沒有就我們就 就 對定 我們等一下也會實際來測試看看 讓它加熱完一桶 50加輪的這些桶水 它會花多少度數的電 所以當然我們來取一個長度 因為它這條藍色已經差不多熱長 我們可以故意把它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把它綁在一起 好 那現在我們已經都送電完成了 好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這個儀表板顯示的 目標溫度跟我們的當下溫度 以及說相關的 電表的度數的關係 好現在可以看到這個面板底上 左邊是31 3165 是本期特別號的 好這左邊是31 就是說它當前這個水桶 裡面的水溫是31度 那右邊是我們的目標的 設定的溫度是65度 那它待會它就會開始 加速器開始會逐漸運轉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現在的電的度數是在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眼鏡到底喔 對 3230.5 好那它現在壓縮機 好開始運轉了 一等級示外機來小聲一些啦 好這裡面就是示外機 好它是坐在一起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電表開始在慢慢的在旋轉 好那這一桶水 我們待會就回過頭來 等一段時間過後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這一桶水加熱完畢 會花到多少度數的電 2小時後 好那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已經加熱完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面板 好 來看看這個地方 好 這個地方 好是不是看了 現在早上的開始是多少 3165對不對 對 好那目標溫度還是一樣是65 現在已經到 我們司機溫度已經到65度了 當然這中間可能它必須維持 這個LED相關的面板 它會有些微微的電力 沒關係就 我們不要跟它計較 我們不要計較 對我們這種人就是不計較的 來我們來見正章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 3232.2 早上剛剛開始 3030.5 跟這 3230.5 這樣子是多了 1.7度嘛 1.7度是50加倫 溫升是我們從 剛才是從31度到65度對不對 溫度的上升是34度 這非常高溫 那你可以加一點冷水 就可以達到很溫的水 你的加熱棒裡面 或是裡面相關內膽裡面 都是一堆這個水垢 當然就會影響到 它的這個溫度的傳遞性 那如果說 你今天有這個抗水垢技術 當然你的加熱效率就會好 所以這樣算 很省 很省啊 因為這一桶加完 可能不用5塊錢 如果說每一天每一天都一桶的話 大概一個月的電費大概在150塊左右 另外一個點就是說 如果說你家裡一張 小家庭在做使用 如果有人要連續使用的時候 會不會來不及製造熱水 其實基本上也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概念就跟有點像 太陽能熱水器一樣 你如果說連續使用熱水不夠 它總是還有一個 快速加熱的模式 當然熱棒也有這種功能 然後它旁邊就會有一個 像有Instant 這是Instant 就按下去它就是類似 它就會可以直接用這個電力 來快速加熱 裝功能啊 油電混合 不是啊 都一樣啊 這是空氣能 電能 交錯使用 師傅我家 可以裝一台嗎 裝...裝...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 紫海水電的內容 是的 今天真的是 感謝乾媽 對乾媽 乾媽好乾媽沒有 高級高級 讓我們開開眼界啦 對對對 好那如果對於這個 熱棒熱水器啊 有其他問題 對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是的 好記得 每週五晚上六點半 請請準時收看 YouTube 紫海水電 掰掰 掰掰